四十根牙齿庄严相 不掉牙齿相 所以多礼拜恭敬 得无见顶相 身材高挑相 所以佛有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就像各位来五方讲的 多看五方佛 多看五方佛 我们本来的面貌就是如此庄严 所以令众生欢喜 充满智慧与慈悲相 这个非常重要 第十二 成佛道元 所以如果每天发菩提心 这样受八万在界 也必定成佛 所以受八万在界 种下成佛的因 孩子的心灵 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法语 让具教化的节目 传进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观照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补体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别人的好处 然后希望在修行上帮助自己能够更进步 那我们去不丹这个国家 我们都知道不丹是谁的净土 莲花生大师的净土 因为在不丹的一个地方 盖了一尊很大尊的莲世佛佛 因为莲世就是等同佛 然后莲世的预言里面 有没有人听过 佛说 莲世说 莫法 什么叫莫法 当铁鸟在空中飞 然后铁马在路上走的时候 这个莫法就到了 莫法就已经到了 现在铁鸟是什么 飞机 铁马呢 就是汽车 火车 所以现在看得到了 已经 莲世的预言就已经讲了 相对的 他说那时候的人很奇怪 因为莲世有神通嘛 看到那时候的人很奇怪 那时候年轻人脚下都有四个轮子 然后四个轮子又有两个脚翘翘的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都可以滑来滑去 请问一下那是什么 滑板 滑板 现在电动滑板 有没有 现在不用用人了 用电动了 站下去 然后用遥控的就可以带你去 看你要去哪里 带你去哪里 越来越进步了 然后他就讲说 那时候的年轻人 只要看着镜子就可以 不用出门都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请问一下那是什么 电脑 手机 所以说莫法时代的人 不会再修行了 因为面对镜子就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然后心静不下来了 然后那时候的人 臣不臣 臣子不像臣子 父子不像父子 因为父亲会带着儿子去乱来 造恶业 不会儿子 被儿子管父亲了 不会父亲管儿子了 颠倒了 所以现在已经是末法 那末法更叫什么 佛罗讲的末法更叫慈戒 如果你戒律不严 你就会很多的障碍会来干扰你 那相对的 像我们今天受八观待戒 一日一夜八观待戒 就可以让你很快地得到这些很短暂的时间 就可以得到很大的资粮 人天舞报 起码如果发远去极乐世界 中品中生 所以在末法更要慈戒 那再加句是要懂得慈五戒 那五戒还没办法圆满 那起码五条里面看可以守几条就先守 因为五戒 只要守五戒的人 身体比较不会有生病 所以世间的人修行就最怕生病 哪怕你再会修 再会修 如果你生病了 叫你修禅修就不来了 因为很多这些成就者 到最后一样到老的时候气脉就不通 虽然年轻的时候修得很好 但最怕老又怕生病 所以到最后就放弃了 没办法再持续的禅修 所以说慈戒 佛罗讲说慈戒是做人的基础 是离苦的条件 离苦的因缘 是身听的条件 是福报的来源 是解脱的基本 是菩萨的资粮 如果你不慈戒的人 你就没有这些资粮可以用 所以慈戒特别重要 尤其佛都讲了五戒 在家居士一定要守五戒 如果你没有守五戒 佛说你不是我的弟子 你不是我的弟子 所以佛开源说 如果你要成为佛弟子 在家居士起码要守五戒 所以要给自己机会 这辈子也要把五戒守好好不好 尽量的跟你 已经结婚了 跟你同修沟通一下 互相好好修行勉励 希望这条路才是正确的 不然人出生结了婚 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迷迷茫茫过了一生 然后牢牢陆陆 到时候又去轮回生死了 所以这个生命是很短暂的 我们统计看看 你可以活到一百岁的几手 再来统计一下 你在座的各位 你可以活到一百岁的几手 都不敢走手 不然你要活到几个月 在西方国家他们讲说 上帝很慈悲 我们说佛陀很慈悲 他说上帝很慈悲 每天他都同样给你 给你多少秒 八万六千四百秒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然后一小时六十分钟 一分钟六十秒 他把他说佛每天 或者这些上帝每天都拨八万四千 八万六千四百秒给你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好好地运用这些秒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了 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些秒 全部拿来运用 有没有赚到 还是全部亏损 全部赔掉 所以如果你一天里面不会休息 你每天在亏损八万六千四千秒 所以你看 这很可怕 用秒来计算 因为有的虫的生命只有整秒之间 一出生就死亡了 也有像细菌一样 也有生物是一天里面就死亡了 所以人的寿命还不算短 还不算短 在给你真的活到一百岁 起码里还有三万六千个日子可以活 那三万六千日子可以活 你希望在这里面争取来世的福报 生天的条件 生天的条件 离苦的助援 做人的基础 那你更要持戒 所以五戒持得好有什么好处 我议给各位听 在以前在战争时代 我们知道日本被美国投下两颗的原子大弹 原子大弹 但核弹爆炸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都死掉 只有一种动物没有死掉 知道什么动物吗 吃草的动物没死掉 吃草的 核子弹的辐射线 没办法杀死一个吃草的动物 那所有食肉的动物全部死掉 你看 所以你现在吃素 是你赚到还是谁赚到 大家赚到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小心又发生战争 你刚好在这个世界里面旅游 到最后 因为你吃素躲过的这一劫 吃草的动物躲过的这一劫 所以吃素有很大的功德 很多人把吃素看得没什么 如果你用长期进化自己之后 真的 你会知道很轻松 因为你的夜在消 我们常跟着食物去国外 然后每次在饭店里面 看到这些人一起做铜天滴的 铜天滴的 吃肉喝酒了 一起做铜天滴 你可以闻到他身上的肉味 动物的味道 这个人爱吃牛呢 你可以闻到牛的腥味 如果这个人爱吃羊呢 你可以闻到羊的腥味 或是这个人爱吃海鲜呢 你可以闻到海鲜的错味 整个细胞里面 全部都是这种 所谓的动物的污垢 很错很错 但是他们自己闻不到 就很奇怪 所以当你吃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自己提升了 你都不晓得 所以尽量鼓励人家吃素 吃素不是为了健康 而是真的为了慈悲 但是吃素有很大的善业功德 那相对的 如果你守五戒 五戒 第一个 不杀生戒 如果你杀业太重了 杀业太重了 一般都会影响你的肝跟眼睛 眼病跟肝病 有人眼睛不好 所以可能就是造成杀业的来源 过去的杀业没有消 或是肝脏不好 第二个 脱到 常犯脱业 就是你要拖人家东西的这种业障没消了 常常会引起肺部的疾病 跟鼻子的疾病 还有所谓的淫欲 如果你耗瘾了 相对的肾不好 耳朵不好 那相对的 妄语 打妄语的人 会引起皮脏 跟蛇根 你的舌头会不好 你吃不到 人家吃东西 味道很好 但是 人家吃起来 精精有味 你吃起来就是免疫味道 因为你的舌根坏掉了 你的舌根坏掉了 因为你常打妄语 常骗人 所以这个妄语会让你这个蛇 蛇根的叶 现前 到最后 你就没办法吃到 世间的这些 好吃的东西 种种 那相对的 所谓的第五个 不饮酒 犯五戒里面的所谓的饮酒过度 饮酒过度的话 会生起什么 心脏病 跟口病 一般都会口腔癌 这种恶业会现前 所以爱喝酒的人 一般嘴巴都有口臭 现在重一点就是口腔癌 舌癌 或者牙齿癌 都有可能 所以我所讲说五戒 可以保护你这个身体 如果你五戒不守 你这个身体很容易就报销了 你要修行 让这个身体活更久一点 那相对的 你要累积质量就更大一点 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这个身体 肉身 没有把它照顾好 那你要累积这个质量就很难 如果你今天生病 快癌症快死掉了 你会痛到快不行了 你还会来参加法会吗 很难 所以身体的清安是很重要 所以修行佛法的人 要先保护这个身体 要照顾这个身体 要多运动 要多运动 所以 为什么说 持戒可以让你身体健康 那也不见得说你每天要去运动 教你好好持戒 吃什么都会变成很好的营养 所以持戒特别重要 那相对的 五种情绪 五种情绪 我们的人有很多的直接情绪 你没有刻意去思维 你就没有办法发现它 所以有五种情绪 我练一下 第一个叫怨 很多人喜欢埋怨的抱怨的 这个人什么不好 伤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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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爱恨人的 恨心很重的 伤心 相对的 如果一个人贪财 贪财的人 心很黑 所以一样 爱生气的 爱恨的 然后相对的 贪财的人都是伤心的 你的心脏会不好 然后第三个是恼 然后恼 热恼 就是悲恼 懊恼 这个的话会伤肺 会伤肺 然后怒 怒气的 爱生气的 人每天不小心就爱生气的那种 就会怒火伤肝 所谓怒火伤肝 还有烦 烦就是烦恼恐惧 活在恐惧里面不安 所以烦恼恐惧的人伤肾 相对的好色的人也伤肾 所以这种是五种情绪 怨 恨 恼 怒 还有烦 这个都会伤我们的身体的 所以尽量的 让心平静好不好 如果你不训练的话 没办法 如果你每天愿意花一些时间 早上起床 起床第一件事是什么 一个中医师跟我讲说 当你起床的时候 你还想会睡回容觉了 表示你的胃还没醒过来 当你要打坐的人 一起床就要马上打坐的人 他说要马上让你的胃醒过来 让胃醒过来 要多喝一下 早上跟外面天气 这个温度差不多的冷开水 或是温开水也可以 这跟外面天气差不多的温度的水 相对的喝下去之后 喝个500cc也好 马上你的胃就会给他唤醒 唤醒之后你就不想睡觉了 不会想睡觉之后 刚好拿来打坐 刚好打坐 因为刚起床的时候心会很清安 很清安的时候 你躺打坐 你这样慢慢训练 你就比较不会发脾气 你就会有办法控制你的脾气 所以这个都是慢慢训练 所以说一般禅修的人 讲什么 要少吃 少睡 少喝 少脑 不要去拿事情来捞乱自己 相对的 你这样慢慢训练 你心就会很平静 所以早晚睡觉之前 因为没有太多时间让你修禅修 你就用早上起来 可能30分钟 可能15分钟 最少要15分钟 晚上睡觉15分钟 好好的禅修一下 让你今天困扰你的 让它沉淀 不要带到梦中去 然后造成噩梦 那这样的话 你又睡不好 你每天又起来又很累 所以禅修 对一个人特别重要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那相对的 还有所谓的 不善的恋头 不善的恋头会起灾殃 所以起灾殃 什么起灾殃 贪心 贪心造成什么 我们师父常讲 贪心造成什么 水灾 水灾 然后成任心 火灾 还有所谓的痴心 造成风灾 台风 慢心 这个很傲慢的 造成地震 然后 疑心 疑心 疑心病很重了 会造成三崩地震 三崩地震 所以 这个都是 所谓的念头不善 会影响外在的环境 所以人的念头 人虽然在三道里面 但是你如果不可好好的控制你的念头 你的念头 火会放出来就会伤害到人 你动一个念头 所以 佛一直讲说 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你就在造恶业了 虽然你还没去做 没伤害这个人 但是 你已经动了一个恶念头的时候 这个恶业已经形成 所以 尽量的 让你的念头很平静 这个很重要 所以 这五个 贪心 撑心 愚心 慢心 还有痴心 要去调整你的心的作用 还有所谓的 杂念妄想 带来疾病 杂念妄想 带来疾病 如果你五戒不守好 就会影响这些疾病的源头 所以 为什么说 这个人 根本也吃得很好 为什么一直生病 因为你一直放纵你的 这些 情绪念头 所以说 杂念妄想 带来疾病 有六个 六个 生病的原因 第一个 事大不调 第二个 饮食不节 这个人暴饮暴食 不知节制 过胖 第三个 坐禅不调 因为 很多人 坐禅坐不住 所以早上叫你们起来 脱懒脱睡 时间过了 没时间 让你禅修了 所以要逼自己 早上起来 要坐一下 十五分钟 坐禅不调的话 就會 就會 让自己身心很疲惫 知识不对 这也会造成 种种疾病 还有 还有 所谓的 鬼神 得便 鬼神得便 就是你的 夜障眉消 然后 你过去 虽然可能 现在学佛了 过去的沙夜 你喜欢吃肉 或吃海鲜 到这些 夜障眉消的时候 这一夜 变成 你的细胞 癌细胞 那会 会来障碍你 或是 世间的鬼神 会来障碍你 都有可能 所以鬼神得便 然后 冤析战友会来討报 种种 第五个 魔神相老 所以有些说 内魔引外魔 如果你生病的人 就是 佛 都可以加持帮助你的 但是 你自己的内心 没办法控制 内魔引外魔 佛就没办法治治了 所以内心的魔 是最难 最难 调适的 所以你要自己 想自己的内魔 外魔 佛菩萨 护法神可以帮你忙 但是内魔 你自己开门 让他进来就没办法 所以 随着魔神相老 第六个 叫恶业引起 种种的 这些灾难疾病 癌症种种 都是 很多的恶业 都是 杀到淫忘久 你这个五月的现前 然后造成了各种的灾难加速 让你得这个 现前的病 所以 他们去学习说 五戒可以让一个修行人 保持这个色身 可以用久一点 那请问一下 你要不要守这个五戒啊 所以五戒如果还没守好了 要真的去守 所以佛在讲戒的时候 讲什么 持戒人可以防护诸根 增长散法 然后相对的 修行 执着 所谓的 发毒事啊 或是说 你虽然现在修行了 但是 如果你这个 心里的念头 没有办法去降伏 然后往往被外在的影响 到最后 这个念头会影响你退道心 那你更要用戒来压制自己 这些不好的三念头 那有一句说 恶业 恶业 昏尘 人脏圣道 恶业昏尘 人身俱海 恶业昏尘 人底虚迷 所以这个恶业啊 可以让你永远在轮回里面受苦 那相对的 如果你持戒 像今天八观太戒 短短的时间 可以得到六十万事的福报 请问一下 这个是比五戒要守一辈子还容易啊 所以尽量的用最短的时间累积很大的质量 要特别来持守这个八观太戒 那如果你朋友里面 还有很多人没遇到这个 还没来受八观太戒的人 一定要营养他来受八观太戒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戒律就是保护自己 防非止恶 尽量去努力来修持 好 那我们现在要包发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先来念一下 钥匙医鬼 希望所有人都不要生病 如果你现在身体已经不适 那有一个禅师一直跟我们讲说 当你身体已经发生很大的癌症 没办法对峙的时候 唯有一个法可以让你对峙 第一个就是称为了真实的忏悔 真实的忏悔之后 然后好好的禅修 所谓的禅修就是说 用各种方式 各种方式来消除这个恶业 那像钥匙法门就讲得很清楚了 在四十九天里面 在四十九天里面 送四十九部的钥匙金 然后要放灯 放生四十九种悟命 点灯 在佛像之前 点大路车轮的灯 也可以表法的 看你自己的福报 一尊佛 点一盏灯也可以 但是就是要为分供养 但是不是说 我诵经就会 祈愿我身体就会好 也不一定 所以佛讲说 你要种种的善业都要去做 点灯 不然佛就叫你诵经就好 没有这样讲 佛说诵经也好 忏悔也要 点灯也要 放生也要 然后挂这个齐番 这个长寿番 四十九则手 你也要去做 唯有这样去做 你才有办法消除世间的恶厚 人会生病短病 生命很短 那也是因为沙业太重 那你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消除世间的短短的恶厚 让你更加的严守 所以钥匙法门 在末法还是那句话 是辅助所谓的净土法门 辅助各种法门 如果你修任何一个法门 你起码都要多修钥匙法门 让你更健康 希望家人更有福报 那多修钥匙法门 你就会有很大的福报 像以前的这些老法师 以前要盖庙 没有福报 然后就希望 希望这些护士者能够出现 来护士 然后鸿医大师 那时候这些高僧大德就讲说 跟以前的这些燦工 跟他讲说 如果你真的要盖庙 你要多修钥匙法门 自然就有人会来护士你 所以那时候 燦工也不是修钥匙法门了 到最后 他开始修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美国人 就真的梦中梦到说 台湾有一个寺庙 现在要建设 然后就去找到这个寺庙 所以你看护法神就 连美国这么远的地方 他护法神就会找他有姻缘的人 来护士他 这个很奇怪的 所以任何一个法门都很殊胜 而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如果你现在身体已经得癌症了 不要说 一直叫出家人 叔叔你要帮我忙 帮我加持 你要先加持你自己 所以这些成就者讲说 你就是最好的老师 你是最好的医生 但是你自己不逼自己用功 那是没有用的 那是没有用的 再好的法门给你 你不做 那是没有用的 所以还是一样 这些法门都很好 但是你要实在的 努力的每天鞭策自己 定课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定得太死 不要把功课定得太多 因为你就没有办法跟众生结缘 没有办法跟众生 所谓的 学这个慈悲心 所以很多人 一天里面 或者老和尚 或是说这些老菩萨 没事了不用赚钱了 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功课 排得很多 我要送七部地藏经 我要送金刚经 我要送什么什么经 到最后 他送完之后 我就问他 你到底烦恼有没有减少 然后旁边的人就问他 这个人很爱生气啊 那你送那么经有用吗 所以佛讲的说 送任何经 就是调补你的心 让你的心很极尽 但是你没办法 你是贪功德 贪这个 但这部经的功德而已 但是对你的心性上面的用功 你都没办法达到 所以修行佛法是调心 不是贪功德 要搞清楚 也希望用更多的时间 你要多听我们师父过去讲的这些 调心的方法 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你调心 最重要就是去真实的去利益众生 每天去看怎么去利益众生 很多的方法可以去修 所以佛法讲的说 你要真实的利益众生 才有办法成佛 如果你没有 你只是自己躲起来 每天逼自己一直用功 那这个是 你自己在做功课而已 变成一种机械式的功课而已 你没有办法真实的帮助到众生 那就很可惜 所以学习佛法要不断的跟众生结缘 像今天 大家一起发心来作戒 然后相对的 如果今天每个人在这边念一句 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要念十万声 如果在这边每个人念个几声 就成就一万声了 这个功德就比你一个人修还快 所以一个大石头 就好比你现在新的业障很重 你的恶业很重 那相对的 如果今天来这边拜禅 每个人真实的拜一拜 然后把功德回向所有的恶业消除 那这样比你自己在家里拜一万拜还快 参醉的功德还快 所以为什么说 共修的力量超过你自己一个人修行的力量 像我们师傅带我们去敏殿 很多的这些修行者修到有神通 阿罗汉 然后我们师傅去那边做焉共操作 但是啊 为什么阿罗汉有神通 他没办法把众生操作 那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悲心不够 所以还是要靠我们这些险教了 去那边修行 然后说你们的焉共可以超渡他们 你们要进去山洞里面更深的地方 把他们的招请出来超渡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险教真实的 真实的修大悲心 要把众生当父母 超过于世间的这些真的 自修治疗和阿罗汉还重要 所以修行方法你要选择发心 我就是要修菩萨道 不能修到变成二秤人 那就很可惜了 因为外面写了很多的这些牌位 那今天我们又大放生 希望消除更多的沙液 消除你身上的种种疾病 一个人如果疾病没有消除 一个姻缘到的时候 可能就是冤心才有跟你讨报 有时候让你断手断脚都有可能 所以尽量的要不断的 要生起一个无常心 为什么叫无常心 成就者讲说 如果你没有实时告诉自己 今天就会死 那相对的 你今天就不会修行 你今天会得过且过 我还有明天 我明天再努力就好 那永远没有明天再等你了 一个不小心一口气不来就没有了 所以喝醉酒的人会把你撞死 你生理好好了 那喝醉酒还是会把你撞一下 你就一样生命就结束了 所以一样保持无常心 随时警惕自己 只有今天没有明天 那你今天修的功德 全部都是你成就的资粮 所以活的地藏经也讲什么 如果你现在做的功德 活的全部得 当你死的时候 家人帮你做功德 你得几分 你只有得一分 活的人得六分 那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一样尽量在活的时候 好好得用功 像我们师傅每天 从早讲到晚 但是啊 就是要一直鼓励 所有人真实的发青来修行 但是在这里说 有人说到也是要再度过 但是真的 我们要一直鞭策自己 虽然很累很累 坐在那边已经过快乐了 还会累 所以我们都逼我们师傅逼我们上来讲法 其实我们还有我执法执还要突破 但是尽量的我们会想尽办法 把我们知道了 希望跟各位分享 因为我们也希望一直在进步 那修行真的每天要逼自己进步 不然你就是在浪费你的生命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药供 希望把这个仪轨再加持 因为药师七佛 发了四十四大愿 每一个愿都希望为众生而发 那你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 很多佛菩萨都教你一个方法 如果你怕生病 你早上起来念一个什么 文书八字咒 我们常念的 就是脆弱咒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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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然后练个七遍自己喝 你只有比较不会生病 你可以调整你里面的所有的 这些癌细胞把它进化掉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方法 或是说早上起来 练个七遍了 要是冠点真言 都可以了 然后如果你身体 老人家已经老化 老化 疾病 哪里酸哪里痛 去看医生都没办法好 那文书菩萨也很慈悲 叫你要念 这个文书八字咒 加持水 你就用这个水来洗澡 你这个痠痛的地方就会好起来 所以任何一个法门 都有治疗身体的疾病的能力 那相对的 末法 要是法门 这个四大院 每一尊佛 所发的院加起来有四十四个 你可以去真实去看一下 要是七佛 里面所发的院 那相对的 如果你身体有这些种种的疾病 那相对的 佛都已经帮你发愿好了 你只要好好地念他的名号 都可以慢慢地消除种种的恶业 过去佛陀被 所谓的匹婆达多 要用大石头扎死他的时候 然后啊 刚好大石头推下来 要扎死这个 我们佛陀 那谁来救佛陀 有没有人知道 公彼罗大将 公彼罗用他的神力 把那个大石头 把他吹破 完之后 不小心还有一些小石子 掉下来 扎到佛陀的脚 而流血 所以 匹婆达多 身陷地狱 所以 为什么说 护法神 我当年的护法 就是希望 护你到成佛 都永远不离开你 这个叫做护法 因为护法神 在要是七佛里面 如果你求要是七佛 更正 十二要插大将 这个要插大将 会帮你满怨的 但是他有一个方法 你要学起来 你要用五色线 五色线 看你要祈愿什么 祈愿什么事情 你要七个截 七个截之后 把这个五色线 绑在身上也可以 或是说放在一个红包 然后放在你的佛堂 等这个因缘 这个十二要插大将 帮你把你这些事情做好了 这个机会圆满了 那相对的 你就要把这个截打开 或把它烧掉 因为你去祈愿 要是他大将 一定会帮你忙 那相对的 十二要插大将 代表十二生肖 像公比罗大将 代表属猪的 你会属吧 从十二大将 一直这样 十二生肖 一直这样属下来 如果你从后面属 后面属 因为我 第一个就是 你翻过来 比杰罗大将就是属 什么 老鼠的 然后第二个属 所谓的赵渡罗 这样属牛的 一触疑骨 三后四头 五年六爪 这样属回去 看你是哪一个生肖的 然后你念他的名号 打七个节 然后再跪着跟他齐请 希望这个 要插大将帮我忙 我有什么事情 希望你帮我解决 然后他就会想尽办法 帮你解决 那你真的完成之后 供养一下 你可以买一些水果 真实地答谢他 供养他 那就会很高兴 因为世间的这些护法神 就是希望人家供养 所以 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十二要他大将 也有一个座 我练给各位听 奥巨皮罗 说哈 在《要师七国经》里面讲的 提到十二要他大将 如果你没有训练他的名号 你也不知道你的身肖是哪一个 你起码练那个奥巨皮罗 说哈 练个七遍打七个节 来齐请 这样的话 这个要他大将会马上帮你 让你赶快让你的愿能够实现 这个很重要 你也可以把它学起来 就是讲一下 修行过去 我讲过了 修行你要一直提醒自己 有四个提醒上师加持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每天这样去意念灌输自己 这些种种 那相对的 你很容易就生起一个 所谓的不善的念头 然后又会懈怠 所以有四句话 希望各位把它记起来 第一个 不要忘记上师 如果你的上师可以真的教导你 你要实时把他的这些 所谓的开示的语录 每天拿来读一遍 好比我们常在念心经 常在《诵地上经》的人 你虽然读得很熟了 起码对你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你不懂他的意思 慢慢的 越念越久 那相对的 你就有办法了 有办法理解了 就好比有一个人问孟三老上 说孟三老上 孟老 我已经读金刚经 已经读了十年了 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换下一本经 下一本经来读诵了 因为我读金刚经 也没办法了解它里面的意思 那孟老讲什么 孟三老上讲什么 我已经读金刚经 读了二十几年了 我才了解里面一点点的佛法的道理 请问一下 你要不要换 要不要换 所以一个老和尚 他已经读了二十几年 我研究金刚经二十几年 只了解皮毛而已 你现在读十年而已 你就要换一本经了 还不够 还不够 你要继续读 所以他就鼓励 鼓励人家 你要真的去了解 他的意思 不然你读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还是只有皮毛而已 所以 尽量 上师的开示 口诀 你要去学习 所以 不要忘记上师 实时向他祈求 所以很多人说 我来参加法会 是来听法的 但是 平常就不用功 平常都不用功 平常就有很多时间 可以用功了 为什么 你一定要上师给你口诀 上师教你法 所以佛法是 你要先去看 看不懂再来问 这样对你才有帮助 如果你只是 什么都不看 然后来之后 只听上师说 我要听你开示 我要听你的口诀 那给你再好的口诀 你也没办法了解了 所以还是一样 佛法是用来自己自修 佛讲了那么多的法门 你拿来用之后 不懂了 再来问上师 这样的话 学习佛法会更快 所以 不要忘记上师 要时时向他祈求 你不懂的佛法 不是说 全然的要上师给你口诀 绝对不是这样 第二个 不要随顺妄念 时时观照自心 所以 观照 你的念头很重要 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讲 真正的佛 真正的学佛 不是在于 通达多少的佛理 佛经 而是要战胜你多少的烦恼 放下多少的执着 念头 所以所有的佛法就叫你 打消你的妄念 打消你的妄念 不要执着法 我执法子都要放下 连空子都要放下 很多人制作空 这个空子也要放下 所以这个要 一直要去训练 所以 随时 不要随顺妄念 要时时观照自心 第三个 不要忘记死亡 时时 谨守戒律 因为死亡随时都会来 你今天不小心 或许等一下出去就 被撞了 也不一定了 所以这个很难讲了 所以 尽量的 随时意念死亡 随时 时间不够用 我要好好的用功修行 然后 以戒律做基础 以戒律做基础 你戒律守得好 就有护法神保护你 像这几天的电视里面讲 有一个人 你看 钥匙法门也是教你 可以消除很多痕祸 有一个人去工地 然后不小心掉下去了 有一只 那个 铁杆 铁杆从他的肛门插进去 到肚子这边射出来 你看 痕祸随时都发生了 那以前有一个 是在工地做工 快一秒 慢一秒 就不会被插到 就是那个时间点 那只钢针 钢针刚好从最高的地方射下来 从他的脑门灌下去 当场死掉 所以这个世间的痕祸是很多的 你要避开这些痕祸 唯有靠护法神 唯有靠你自己的善念 所持这个戒律 所以戒律守得好的人 护法神自然就拥护你 可以把你排解很多的这些事情 修行的障碍 然后第三个 刚才讲的 不要忘记死亡 时时勤守戒律 第四个 不要忘记有情 时时回向功德 所以我们学习普玄菩萨的十大愿王 每天你要去审查说 你到底这十大愿王有没有做到 有在常常念十大愿王的举手 每天你有念一遍的举手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背一下 好 有几个人而已 来 共语念来 一者离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贡养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随喜功德 六者秦传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常学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皆回向 如果你愿意每天这样 这十个科目好好去审查 你到底有没有做到 如果你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修行 你就累积很大的资粮 因为很多人在累积很大的福报 但是忘了忏悔业障 因为自己的恶业没消 那相对很多的障碍来障碍你的时候 你会退道心的 所以为什么说 嘎当派的这些成就者 我们讲的阿底夹尊者 他每天去弘法的时候 都要带着嘎当塔 晚上的时候都会去拜三十五佛 来忏悔业障 这些成就者已经修得很好了 他们每天还要忏悔业障 所以不要认为自己修行很厉害 而是说 你有没有平常心 你修得在真的神通自在也好 你起码还要不断的审查自己 这个有没有在真实的在利益众生 没有在利益当下你就要忏悔 所以学习方法就是自利益他 帮助更多的众生也能发菩提心 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尽量的 刚才这四个再讲一次 第一个 不要忘记上师 实时向他祈求 自己要先学法 不懂的再来问上师 这样的话 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更可以学到更多的法 第二个 不要随顺妄念 实时观照至今 不要忘记死亡 实时守时戒律 第四个 不要忘记友情 实时回向功德 这个四个题目 自己稍微 每天可以审查一下 然后世间的真相 真的 以前讲过 说第一个 要知身 这个身体不坚 所以如梦如患 第二个 知生命不久 你的生命很短 所以如炮如饮 第三个 要知钱财不顾 如路如电 你再有钱 有一天你死掉的时候 钱都不是你的 你现在赚了很多钱 你没有把它变成福报 这些钱都变成不是你的 是别人的 所以你懂得赚钱不是有福报 要懂得用钱才是有福报 用到恰当好处 帮助众生 第四个 要知公民不食 如霜如雪 所以这个世间的钱财名利 都是梦幻泡云的东西 不要去追求 真正的追求是 让内心平静 没有烦恼 没有执着 然后又可以 升起一个大悲心 来帮助众生 每天 让培养大悲心的方法很多 可以跑坟墓区 可以跑医院 可以跑杀鸡 杀牛 杀羊 这些杀业很重的地方去 帮他们念念佛号 跟这些动物节节园 这些动物过 当他死掉之后 听到佛号之后 有可能就继续来 投胎当人 来修行 因为不用在 所谓的畜生道里面 动物道里面 被人 这二业困扰 变得很久 因为一只动物 起码要五百次的 二业要赏还 所以 这个就是 帮助了他 所以说 救命的功德特别大 每一场法会 我们一定会 劝人家多放生 然后 实际的我们师父就 表法 让所有人都来参与 这种救命的活动 因为 救众生就是救你自己 因为我们 或许 不好好修 以后 在轮回里面 当动物也不一定 但是你因为 现在有这个善缘 救了他 或许他当人的时候 换他来救你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 帮助众生就是在帮助自己 找到自己 所以尽量去努力 好 那刚才 刚才讲的 跟各位 分享分享 那现在 请问一下 这个世界是真的 还是假的 都是因缘合合的世界而已 所以 有的人 假如说 现在 世界在变 刚才讲的末法 末法都到了 有人结婚了之后 老婆唠叨 她现在可以什么 我可以去买假老婆 她可以买五个假老婆 不用跟老婆睡 跟假的老婆睡 所以这个世界 会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那相对的 你看 刚才讲的 叫你守戒 爱喝酒的人 尤其 我们在知道 日本晚上 很多酒吧 开放 那相对的 爱喝酒的人 就往往 都会让很大的 这些丑闻出来 很多的 伤害自己 又伤害家人的事情 所以 你看 世间也是很无辜的 这些 这些 警察 当你爱喝酒的时候 喝醉了 警察要去关心你 还被你打 还被你打 那不是很冤枉吗 所以希望 酒不是好东西 所以 武器里面 酒是遮戒 更要把它守好 会伤害这个身体的 喝酒啦 吸毒啦 搓烟 吃槟榔 最好都全部改掉 所以这个 对修行比较有利 尽量努力去把自己 这些习性 把它调整到 调整到 能够正常啦 好 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岩浦乡的屏东岩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置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与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岩浦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树底 展现它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阎谱护生狗园 台湾旧狗协会陈志迪邀请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阎谱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护民台湾救狗协会 生命电视宜兰大杯观应道场 举办亲民孝亲报恩三十信念超度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3月30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 宜兰大杯观应道场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二十号 联络电话 03-989-8686 03-989-8686 访问被有效灾超键排位 供大众填写 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 举办三十信念 点灯 勾水 护生 祭祠杯施时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领众 日期3月31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 台北生命道场 地址 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二楼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访问被有免费消灾超键排位 供大众填写 圣者极难得 不是每个家族都能出生圣者 但圣者出生的家族何乐兴旺 家族都能出生的家族 生出生的孩子 不然都是一个生人 你如果怕变成的生人 你就感觉生人 如果不得不生小孩 那至少家里有胜伤 但是如果你现在 去做一个生财的 菜家也好 出家也好 家族都得到好处了 主伯出生在世间 令人喜悦 所以最大的快乐 不是自己得到什么 是看了散步 汹涌这些世间 看了修行人 好好的习惯 我很欢迎 令人喜悦 所以我们自己要把 散步的形象 透过我们 因为我们是散步得住 把我们看到 我们来看到 你是散步得住 什么是散步 那老板你的行为 太多 新Q印 带人出书 表现出来 所以BQ 出家人 就是散步的 因为是真假 泼萨 也是散步 泼的心的 因为是真假 我们要把它 表现出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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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法善神 加此法會 一心懇請 此地地神母 大背宮 拿督宮 借地做功德 一心懇請 此寺廟門神 慈悲開恩 令六道友情 男女孤魂 得以入內 參加功德 恩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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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阿彌陀佛 首先感謝我們寺廟的護法 願意很多菩薩出錢出力 來辦這場慈悲法會 剛剛我有念到達摩祖師 今天是農曆十月初五 達摩祖師聖誕 我們華人都認識達摩祖師 特別他皮膚黑黑 眼睛大大 他視線成印度人的樣子 最主要是他的眼睛 在佛教裡面 他的眼睛呢 代表智慧 空性 就是能夠看到真相 看到真相就開悟了 就不會迷思了 所以達摩祖師 他的教法 要直指人心 他就讓你直接 看到你的 應該了解的真相 就是你的心態 那當然我們的心態 本來就是像鏡子一樣 乾乾淨淨的 但是我們現在上面有 骯髒的東西 所以你看不到真相 把假的當真的 哪一天你鏡子乾淨了 鏡子裡面所顯現的任何影像 你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都知道 鏡子裡面的東西 是假的 因為鏡子 它只是反應外面的 你心裡面所看到的 都不是真的存在的 它只是鏡裡面